现在我给大家介绍的是123小茶饼和一次性绿星茶具 这个小茶饼呢我们有三种 一种是白茶 一种是小吃干 老虫红茶 老虫红茶呢也就是100年的正常小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小白茶 这白色的就是它的牙尖 一般来说压这个饼啊 它都会放一些什么粘合剂 那我们这个呢完全是自己粘在一起的 而且非常的牢固 两片在一起都很难打开 是因为它里面很多糖醇啊 它自己又粘在一起了 当时压饼的师傅还说 我从来没压过这么好质量的茶饼 压完以后上面还有一层油 油光发亮的 这个茶饼有收藏价值 然后升值价值 茶饼啊三年是药 七年是薄 它功效 你再放几年以后呢 它这个价格立马翻好几倍 非常值得拥有 这个是两叶一芽的正常小种 味道特别好 它有糯米香 这个和老虫红茶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看到没有 老虫啊它叶子比较大 小吃干呢就比较细 比较嫩比较小 口感都特别特别的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一个经典网红的一次性旅行茶具 这里面呢有三个小杯子 把这个茶饼呢放进去 那一格太大呢 你可以掰成两半或者四半都可以 倒上水一泡出水从这儿出 非常的方便 它这个造型呢 特别适合西方人的审美 我们定制的质量特别好 我们是双成的 不烫手 说是一次性 其实我已经用了五六次了 我还在用 而且我们很人性化的 在这边放了一个小卡 写上谁送给谁就可以了 拿回去 就可以送人 不用另外包装 因为你包装起来 你就看不到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特别的东西 比如说 你节日的时候到朋友家去过节 你送给主人的礼物 但是你又看到其他的一些朋友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出这个小礼物 去送给他们 你知道它多少钱吗 才六块九毛九 我们就不认钱 甚至我们还有贴本 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就希望大家呢 能够送出去 让更多喜欢茶的朋友 能够品尝到 这么好品质的茶 特别在节日的时候 它用得上啊 送人方便 非常特别 实惠 希望一个可爱的 特别的茶礼 能够给您和您的朋友 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健康